欢迎来到戏剧圣经365 我是在厦门街进行会服事的彭彦珍牧师 今天要来读旧约圣经约伯记第31章到第34章 31章约伯再叙述自己生活上全方位的 圣结 爱心 诚实 公平 敬虔 听到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们先别急着指责他自大自义 反而是联想到难怪在面对撒旦控诉约伯时 上帝对他是如此充满信心 可见约伯在生活的圣结与信仰的敬虔上 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32章起则是出现了一位年轻人以利富 他从旁听者跳出来 向三位朋友的了无心意发怒 也向约伯的自以为利亦发怒 他不发声则已 一开口就连续讲六章 他的论点不见得完全正确 但确实比三个朋友高明 至少最后上帝则被三个朋友愚忘时 并没有同时责备以利互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 第31章到第34章 约伯记第31章 我与眼睛立约 怎能练练瞻望处女呢 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 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 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 灾汉临到作孽的呢 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 赎点我的脚步呢 我若与虚晃同行 脚弱追随鬼诈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 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 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 若有玷污黏在我手上 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 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 我若受迷惑 向妇人起淫念 在灵社的门外敦俘 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 别人也与她同事 因为这是大罪 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这本是火焚烧 直到毁灭 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 我的仆毙与我争辩的时候 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神兴起我怎样行呢 她查问我怎样回答呢 造我在腹中的 不也是造她吗 将她与我团在腹中的 岂不是一味吗 我若不容平寒人得其所愿 或叫寡妇眼中失望 我独自吃我一点食物 孤儿没有与我同吃 从幼年时 孤儿与我同长 好像父子一样 我从出母妇就扶住寡妇 我若见人因无一死亡 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 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 为我祝福 我若在城门口 见有帮助我的 举手攻击孤儿 请愿我的肩头 从缺盆骨脱落 我的绑壁 从羊石骨折断 因神将的灾祸 使我恐惧 因他的威严 我不能妄为 我若以黄金为指望 对金金说 你是我的倚靠 我若因财物丰裕 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 我若见太阳发光 明月行在空中 心就暗暗被引诱 口便亲手 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 我若见恨我的遭暴就欢喜 见他遭灾便高兴 我没有容口犯罪 咒诅他的生命 若我帐篷的人 未常说 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 从来我没有容客旅 在街上住宿 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 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 将罪孽藏在怀中 因惧怕大众 又因宗族藐视我 使我惊恐 以致闭口无言 渡门不出 我愿有一位肯听我 看哪 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 愿全能者回答我 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 我必戴在肩上 又绑在头上为冠冕 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树木 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 我若夺取田地 这地向我喊冤 离沟一同哭泣 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 或叫原主丧命 愿这地长吉林代替麦子 长恶草代替大麦 约伯的话说完了 第32章 于是这三个人 应约伯自以为意 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有不惜人 拦阻巴拉加的儿子 以利户向约伯发怒 因约伯自以为意 不以神为意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 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 仍以约伯为有罪 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 就等候他们 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 以利户见这三个人 口中无话回答 就怒气发作 不惜人巴拉加的儿子 以利户回答 我年轻 你们老迈 因此我退让 不敢向你们 沉说我的意见 我说 年老的当心说话 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 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 因此我说 你们要听我言 我也要沉说我的意见 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 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 侧耳听你们的辩论 留心听你们 谁知你们中间 无一人折服约伯 博到他的话 你们切不可说 我们寻得智慧 神能胜他 人却不能 约伯没有向我争辩 我也不用你们的话 回答他 他们惊奇不再回答 一言不发 我岂因他们不说话 站住不再回答 仍旧等候呢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 沉说我的意见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 我里面的灵激动我 我的胸怀如成九之囊 没有出气之风 又如心皮带快要破裂 我要说话 使我舒畅 我要开口回答 我必不看人的情面 也不奉承人 我不晓得奉承 若奉承 早我的主 必快快除灭我 第三十三章 约伯啊 请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 我现在开口 用蛇发言 我的言语 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 我所知道的 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 使我得生 你若回答我 就站起来 在我面前沉迷 我在神面前 与你一样 也是用土造成 我不用威严惊吓你 也不用势力重压你 你所说的 我听见了 也听见你的言语 说 我是清洁无过的 我是无辜的 在我里面 也没有罪孽 神找机会攻击我 以我为仇敌 把我的脚伤了木狗 窥查我一切的道路 我要回答你说 你这话无理 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 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神说一次两次 世人却不理会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心上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 不行骄傲的事 拦阻人不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被惩治 骨头中不住地疼痛 以致他的口咽起食物 心厌恶美味 他的肉消瘦 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 他的生命尽于灭命的 一千天使中 若有一个做传话的 与神同在 只是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给他开恩 说救赎他免得下坑 我已经得了赎价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 他就返老还童 他祷告神 神就喜悦他 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 神又看他为意 他在人前歌唱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这竟与我无异 神救赎我的灵魂 面入深坑 我的生命也必见过 神两次三次 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是他被光照耀 与活人一样 约伯啊 你当侧耳听我的话 不要作声 等我讲说 你若有话说 就可以回答我 你只管说 因我愿以你为事 若不忍 你就听我说 你不要作声 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第三十四章 以利护友说 你们智慧人 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 要留心听我说 因为耳朵 事业话语 好像上堂尝食物 我们当选择何为事 彼此知道何为善 约伯曾说 我是公义 神夺取我的理 我虽有理 还算为说谎言的 我虽无过 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谁向约伯 喝鸡翘如同喝水呢 他与作孽的结伴 和恶人同行 他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 所以 你们明里的人 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治行恶 全能者断不治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 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己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 就必一同死亡 使人必仍归尘土 你若明里 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恶公平的 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 有大能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他对君王说 你是彼露的 对贵臣说 你是邪恶的 他待王子不寻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 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地被夺去 非戒人手 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 看名人的脚步 没有黑暗 阴翼能给作孽的藏身 神审判人 不必使人到他面前 再三检查 他用难测之法 打破有能力的人 舍利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 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 达到他那里 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 他使人安静 谁能扰乱呢 他眼眠 谁能见他呢 无论戴一国或一人 都是如此 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 免得有人牢笼百姓 有谁对神说 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做了孽 必不再做 他实行报应 岂要随你的心愿 叫你推辞不受吗 选定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吧 名里的人和听我话的 智慧人必对我说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 言语中毫无智慧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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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